Leo聊事記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 維京人對上阿茲克特 阿茲克特人跟維京人 兩個都是步兵文明 所以這場應該會看到一場不錯的步兵戰爭 好那這張地圖是競技場 那競技場戰鬥地圖應該大家也很熟悉了 我覺得不多贅述 中間會有五個聖物還有礦區 旁邊都是大量的木頭區 所以這個地方玩波斯打工兵無限戰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前提是你要苟得住 好那我們先來講維京這個文明 維京的話它是我個人認為 它是這個遊戲裡面經濟發展最快的一個文明 它是所有經濟發展 其他文明可能是單一個什麼木頭阿黃金阿石頭 或者是肉阿比較容易取得之類的 但是維京是全面性的增加 但為什麼是說全面性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這個免費的輪走技術 一到封建時代就有 那上城頭時代也就直接給你手推車 而且還不用研發時間 連那個資源的升級科技也不需要 所以在那個升級資源的那個空檔 你就可以產出更多的村民 然後同時你一上城跟封建又有這個技術 所以經濟上絕對是會比對手領先一個檔次在的 好 那維京人的話它有擁有最多血量的步兵單位 所以它打到到後期步兵 我記得一隻劍勇到84滴左右吧 哇血量有到80幾滴 非常的硬 那維京人的話最特別的就是它的維京大戰船 但是這張是這個競技場 所以應該是看不到 那我們就期待這個維京狂戰士會不會出現 好 那我們來講阿茲克特 阿茲克特人這個文明也算是經濟很好的文明 我發現有些步兵文明都是經濟還不錯的文明 那阿茲克特人的話是它的 村民的攜帶資源量會增加3 所以到這個後期跟前期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因為這個效果是永久的 所以你看這邊伐木工 這邊可以挖到13個木頭再回去 好10 11 12 13 你看這邊多挖3個再走一步 就可以減少這個來回行動的時間 再讓這個後期有這個蠻大的一個效果 好 除此之外 它的這個軍事單位 可以增加11%的一個速度 可以它這個軍營阿射箭場阿 還有這個城堡阿 都可以查蠻快的一個速度 好 那我們講一個最特別的 這個阿茲克特的申鋁喔 在申鋁大戰裡面是非常強勢的 它的申鋁是每一個科技喔 一點下去 申鋁是不是就會下五點血量 所以到後期喔 就是申鋁血量最高可以到95滴血喔 鼻子肉麻血還硬 所以有這個物理傳教的一個稱號 阿茲克特這個文明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金罐喔 可以打這個步兵增加攻擊4 所以它的長槍兵 跟劍勇 傷害都非常非常誇張 我記得劍勇可以到21攻的樣子 非常誇張 21攻的劍勇 被砍到一刀就走過血流 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銀罐喔 是這個紫毛器 可以增加一點的毛兵的攻擊力跟射程 所以這個毛兵 在阿茲克特後期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可以基本上喔 可以把它當成是阿茲的一個工兵來用 雖然阿茲有強弩喔 但是它沒有這個拇指環 所以後期喔 可能會有點小小的尷尬 所以我覺得就不如直接出這個戰毛兵喔 然後去點這個紫毛器 讓這個毛兵攻擊力再增加一點 還有射程 然後當作奴兵來用喔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這個競技場的配置 我們這稍微講一下就好 通常是配石墨 那這邊 這邊打的方式比較特別喔 這邊是二十村 二十四村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呢 圍巾這邊二十村 尚是要前置的意思了 果然 因為如果是直城的話 競技場的話是二十五匹喔 但是這邊 由於 阿茲這邊看到敵方已經在前置了 所以要趕快上這個封劍時代喔 所以這邊有提早一村上 所以它這邊集體上封劍時代 也不能馬上立刻按下這個 城堡時代的升級 它可能還是需要一點 時間喔 才可以上 那比較上的話是比較安全的 這邊你可以 封劍時代可以插這個劍塔 去阻止對手繼續插 插身這樣子 這個就是 比較小小的細節 如果你這邊再按多一個村民的話 很有可能這個劍塔 插了插慢 然後就被入行就爆炸了 這是相當有可能的 好 遇到了 封劍時代 點下這個織布技術 好 結果 MODERY這邊 還是要打算直城嗎 看起來是喔 這邊直城能成功嗎 感覺有點危險喔 這個可能蓋不下去了 4級要低調 然後重新蓋地方 蓋這個地方 微小也可以 好 這邊沒有辦法很順利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很順利 這個太困難了 雖然食物量跟黃金量是夠的 好 這個刺猴 硬刺猴出來解下弓兵 但是後面有刺猴在砍 這個刺猴應該只能一換一 可能也換不到 果然換不到 呵呵呵 哇 這個要硬蓋欸 還好他有點織布技術喔 這個硬蓋的話 可能會再拖個兩三吋 到二十七吋才可以上喔 或是八吋 哇 這個上時間相當的晚了 這個圍巾喔 Balance成功了 拖擾到對手 好 這邊打破了一個十強 這邊拉了更多的村民 直接過來硬蓋 就是要上直層 可能二十八吋上啦 對二十八吋 二十八吋 一個卡點下城堡 十代 好 雖然升級稍微被拖延了一點 但是沒有問題喔 但莫德里的這個配置喔 還算是不錯的 呃 這個由於喔 這個 阿茲克特一開始有這個 支援採集加上能力喔 所以讓他前期的支援 也是不錯的 正常的文明被這樣弄到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這麼順利 直接上的 二十四吋直接上 有點困了 還有莫德里的話 就算沒有被騷擾 二十四吋大概二十六吋 就可以直接上直層 好 阿茲克特的話可以這樣子 我忘記他是阿茲了 好 這邊 公圈手三隻 然後裡面搭配一些公圈手 增加這個劍塔的傷害 然後用村民喔 去敲這個市集 大家就會說 欸為什麼村民要下來敲啊 因為村民喔 打建築物是有額外傷害的 所以這個村民喔 下來敲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好 這邊直接圍了一圈 欸他這邊算這個射程算得很好耶 呵 剛好算到這個邊邊角角 讓這個料王塔射不到 好這邊先加速一下 看起來 圍巾這邊也是要趕快上城堡時代了喔 不能再繼續 騷擾了 因為這邊已經被擋下來了 這裡再繼續投資劍塔進去的話 可能會更傷經濟喔 雖然圍巾一開始就有這個輪軸技術 會補一點經濟回來 但阿茲也本身也有這個加三的 攜帶素的能力喔 所以讓他經濟並不會太出給圍巾 好這邊Balance奶賣一波 好這邊買了一些食物 去點下這個二級伐木 那這邊TC喔也是蓋下去 然後趕快出這個BK投資車出來開始砸 然後這邊喔 可能要先去把這個木橋滴一下 原來要低一下的話才可以派村民出來修 除非他沒有要出去 好像這樣子 好這邊差第二個瞭望塔 這邊雙瞭望塔的用意喔 是因為後面有這個塔公公的關係 啊 順便介紹塔公公這個競技場戰術齁 這個戰術是利用弓兵的一個 駐紮瞭望塔的一個效果 增加箭矢傷害喔 並不會浪費村民的採集 人數喔 然後藉此喔 去打到一個 對方用村民 駐近瞭望塔 但是你駐近瞭望塔 是用弓箭手的一個狀況 去換取經濟支援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打法也是蠻特別的 因為你的配置喔 就是要兩個人挖石 然後射箭塔 然後四個人進駐境就可以了 因為第五個弓箭手進去之後 也不會再增加攻擊力了 箭手的數量也不會更多了 好 但是Modelic這邊 沒有打算出去拆這個 瞭望塔 這邊相當小心喔 這邊刺頭也在找 這個投資車從哪裡出來 但是卻沒出去喔 好 那Modelic這邊 用投資車稍微防守之後 開始大暴龍 這個以我們這個 RTS遊戲裡面來說 這個就是偷阿 一個字 偷 當然沒有偷的很兇啦 還有下這個修道院喔 偷著車 還有稍微觸一下 這不算是最偷的機制喔 這邊大學還沒有蓋完 這邊沒有決定要4TC喔 因為它這邊3TC 鐵有點少 3TC的話 鐵還在灑一片喔 大概在灑一片 然後再灑第4個TC才可以 好 這邊還有升級 廖望塔的一個防護箭塔升級 那也是要 把塔弓打的 比較有殺傷力一點 而且二級射也點下了 這就是塔弓拱 比較猥瑣的地方喔 必須用這個村民 加上這個 弓箭手 增加這個箭塔的傷害 好 打出一個威瑟力出來 欸 結果這邊 直接砍死森女 森女撿一隻串被抓包 那刺猴這個單位 可以對有 欸 對這個森女有額外傷害 欸 這個也要抓到了嗎 欸 有機會喔 2TC 沒有 直接回頭一砸砸死的刺猴 哇 這個反手砸刺猴這一招 蠻果斷的 好 兩個村民再繼續往前 繼續插進去 攻擊手也在後面 那維晶人的弓兵也是特別厲害的 他是有強弩的 但是之前的維晶是有拇指環的 但現在拇指環被拔掉 維晶的弓兵並沒有那麼強了 所以目前喔 維晶跟阿茲兩邊都打弓兵的情況下 只輸在維晶沒有三級防禦而已 那維晶人的話是三防三攻都有的 所以總體而言 維晶人戰術也是相當多變喔 弓兵也可以打 然後再搭配這個大衝車喔 也是不錯的 好 兩邊就上到了帝王的時代 那最近的競技場 高手我們都是選擇3TC喔 樹上帝王 然後插城堡 然後或者是用買賣的方式喔 直接買上來像他這樣子 石頭都不挖 原地都被縫死了 都在外面了 沒有石頭可以挖 他的石頭都在外面 好 划完這些石頭 直接買一座城堡 蓋在家門口 直接用城堡的一個殺傷率喔 去解掉這個防衛劍塔 把自己的礦區給躲起來 那半小石在這裡這樣打 還有一個原因喔 是因為他這邊塔公公 可以鎖到非常多的礦區喔 兩片石頭 那主金也差點可以空得到 但是來不及空 但是Model裡這邊 防守做得相當不錯 只要PK蓋得比較前面一點的話 就會比較好防守 這個料空塔就不會太 蓋得這麼近喔 自然自己的主金就可以守下來了 好 OK 巨星頭直接出來之後 開始砸 這邊要開始自己 升級自己的長劍兵 跟鑄鐵技術 那這裡絕對是不會打鷹刺 打鷹勇刺的話 最大問題是 打不贏對方的步兵喔 那由於對方是步兵文明喔 可想而知 各有可能會被抗可 所以這邊出這個劍勇 是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這邊還有出中型投石機 好 大約在兩上個月前 我出了一支影片 也是Viper 防維基人對上阿茲特克 那那場對決喔 步兵真的不是主力喔 而是這個投石車 Model裡可能也知道這一點喔 步兵只是 只是個肉盾喔 主力輸出才是這個投石車 好這邊看一下操作 招翔開始 其實這邊沒有點那個 救助思想 但我也不知道 維基有沒有救助思想可以點 直接造了一隻長劍兵 但是這隻SURRY 看起來是要抽了 OK抽了 哇哦 砸到後面大量工兵 直接倒地 哇這一波 維基大虧 哇 巨頭還打到了 啊 這邊血虧 好三個長劍兵 直接硬抗維基狂戰士 好 維基只能退到家裡 好 投石車慢慢逼近 繼續砸 但是維基這邊 慢慢轉出自己的 專屬兵種 哇 這邊還是點下 精銳的維基狂戰士啦 那 那狂戰士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點下精灌之後 狂戰士幫 可以增加維基人的回血速度 那他本身這個耽誤就會自動回血 但其實在死蛋來說 這個自動回血能力 並不太明顯 這樣通常都是打一波 然後打到底 好這邊做一個小小的包夾 直接拆掉投石車 好這一波進攻看起來是 維基的全面勝利 這邊阿姿喔 還沒有點下自己的精灌 三級攻也沒點 劍友也沒有點 所以現階段來說 維基因是有個優勢在 但是如果點下 黃金國這個科技之後 不是黃金國 我在說什麼 榮耀戰爭 黃金國是瑪雅的精灌 可以增加那個 赤火的血量 好這邊還想要溜兩隻馬狗 過來騷擾 這邊要騷擾可能有點困難 這邊有點都被防住了 好這邊一大排的村民喔 往橫向發展 當然步兵戰爭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農田數量 所以Model裡這邊 可能要再想辦法 轉出大量的一個肉 會比較好一點 好龍貫戰爭 喔是龍貫戰爭 不是龍藥戰爭 每次都幫他趕 龍貫戰爭點下之後 劍友傷害就會再加4喔 這是13加8 21攻 欸對21攻沒錯 好 21攻劍勇 對上 維京狂戰士 維京狂戰士 維京狂戰士是18攻 哇 整整少了4攻喔 欸血量只有74滴血喔 維京狂戰士的血量 好像是有被下修的樣子喔 我記得之前 維京狂戰士快要到100滴血 我記得以前血量沒那麼少 怪怪的 好 但是這邊 劍兵勇是血量只有70滴血 維京狂戰士只有多4滴 但是傷害差了4攻 這樣維京狂戰士 並不會拿到太多優勢喔 好 但維京狂戰士唯一的優點 就是近防衛再多一點 5防 近遠防都是5 那 劍勇的話 這邊是4防而已喔 近戰4防 那是遠防是5 OK 兩邊都是完全體的一個步兵喔 但是 劍勇的血量 是比較低 但低一點點而已 但是他還有這個攻擊技術喔 可以讓這個 劍勇的 造價更便宜喔 所以 Balance這邊一直在打 維京狂戰士的話 可能會打到 資源乾掉 因為 資源這樣交換下來 感覺會不太划算 好這邊想要長行 拆掉下面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很重要 因為有黃金在這裡 好 這邊只用炸藥桶 直接炸出一條血路出來 城門直接被轟垮 大量的步兵直接走進來 維京狂戰士直接上來 硬尻 家裡完全沒有防守 直接硬拆TC 聰明收村 但是聰明很快就倒地 哇 聰明開始被屠殺 家裡直接BBQ 下面這個城堡 這邊不能撤退 這邊偷偷車砸得不錯 砸掉非常多的狂戰士 但是這邊有一波 劍勇回救 直接拆掉了 第一座TC 第二座TC也在拆 這邊想要再蓋更多TC 但是有點維持一彎的感覺 好現在Balance左右開攻 從兩邊右側突襲 打得Model有點措手不及 這邊的步兵也沒控好 直接被砍成白石這一波交戰 可能Model會打輸 右邊果然打輸了 左邊這邊也是小出 但是後面有更多支援過來 但是這邊危機狂戰士沒有控 沒有控 然後這邊大量危機狂戰士 沒有過去繼續騷擾 正面的部分 Model很小心翼的 在控制自己的工程器 沒有讓他送掉 中間的劍勇數量還是有的 好更多的狂戰士直接上來硬敲 但是Model這邊也確實被成功經濟了 變成91村 像是133村打90村 哇這個數據喔 越差越大了 好 那這邊左邊也在進攻 哇這邊Balance的雙面 步兵夾擊非常厲害 那這邊 這邊也想要進攻 但是這邊投得很好 直接投掉了三隻的 還有一個狂戰士 然後後面這邊也拆掉一個巨頭 好沒有關係 只要投死車載 就還有機會 唉唷 砸到了 好打掉第一個成門 第二個成門也在進去 但是這個老師一目成門 哇這個成門的血量好硬 4000滴血 一般成門不會這麼多滴喔 2750滴 只能忍多了1250滴血 好這邊直接一個閃陣 裡面的村民直接被躺在地上抽 這邊巨頭也直接殺他過來 MODELY這邊使用雙手劍體統治劍勇 直接手撕城堡 那劍勇這個單位對公建築物也是有外傷害的 但這邊很尷尬喔 這邊城堡沒有在操控 直接原地射石牆 看這個城堡也直接被尻掉了 城堡掉速度非常快裡面的內亂也被解掉了 好 家裡慢慢被MODELY打了回來 單聰明史剩下七春 經濟有點慘 但是MODELY這邊 還想要再繼續進攻 封城器其實都還在 雖然巨頭爆光了 劍勇數量還是蠻多 BALANCE這邊決定要轉出裝甲步兵了 要來增加自己的後期的運營能力了 子彈靠劍勇還是有點困難的 好 這邊有三級射之後 城堡傷害跟射程會更遠一點 對復工兵會更好 城堡還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但是這邊重裝部隊來了 八台中型投石機 好 這邊村民還在想要偷偷幹壞壞的事情 在插箭塔 想要來阻止挖木頭的村民 好 這邊先除掉這個木頭 好 下面有些劍勇 直接把下面挖礦村民砍爆 貓德里這邊 主機線把村民再爆了回來 這邊TC有在蓋 TC蓋了回來 3TC再去續農 好 這時候 因為 對 巴拉斯剛剛有有 哇 這一波殘血的很多 還我只死一隻喔 這個要是在這邊 砸個準一點喔 這個 巴拉斯可能要GG了 好 這一波單位 最好是喔 閃個兵喔 正面左邊 各閃一隊 這邊可以閃兩隊喔 直接做一個四二面八方夾擊戰術 好 這時候 圍巾也轉出了中型頭石車 那咧 還是要來玩頭石大戰 好 這邊後面做一個包夾 前後兩邊夾攻鬥 圍巾狂戰士 圍巾狂戰士要從哪邊直接突起呢 這邊後面直接巨型頭石被砸爆 但是後面這一波差點被砸光 哎呀 死了非常多的圍巾狂戰士 那後面有三隻圍巾狂戰士 已經突圍了 突圍之後開了一隊 工程器無形輸出 但是後面有一些圍巾狂戰士沒有在動 直接閃開 沒有踢 哎呀 踢到很多狂戰士 但狂戰士還在繼續攻擊 這些中型頭石 終始攻擊只剩下最後一台 剩下的劍勇 直接上前開尻 砍死了一個圍巾狂戰士 圍巾狂戰士 勝利的 打掉了非常大量的中型頭石車 但是同時的 自己的正面主力 全部被消滅了在境 那這邊 慢慢轉出劍勇的話 是還有機會了 但是目前肉量並沒有那麼多 三級農田沒有點 雖然有沒有點也無所謂 反正這場地圖 木頭很多 但有點的話還是可以省點資源 因為畢竟 木頭少挖一點 可以多種一點田 所以經濟來說 已經是會比較好的 我們BALANCE由於前期 這邊攻擊的關係 沒有時間管經濟了 好 MODELY本來村民 剛剛剩下77吋 也努力了 拉到100多吋了 把自己的基金達到最滿 但是這邊的庫存量 差距太大了 BALANCE這邊還有2700多黃金 MODELY這邊黃金已經見頂了 0黃金的一個狀況 而且這邊MODELY是 BALANCE是武儀姬啊 鬼精武儀姬黃金跳超快 但是正面有點難打 畢竟 阿茲的劍勇21攻 也是非常有殺傷力的一個單位 上面這邊坐 投石車也要被抓掉了 看起來 投石車也沒辦法打到任何東西 這個被砍出來也要爆掉了 下面還是有一些村民在阻止 這邊有一隊來阻止昆明挖 挖礦 這邊中央點下劍兵勇士了 劍兵勇士點下之後 我已經蓋下更多的一個軍營 要來轉出劍勇了 好 三級農田中央想到了是不是 OK 你中央想到 想到就好 有三級農田之後 就可以把 把木空 一些人轉變成農夫 農民喔 不是農夫 那隊農夫 一樣 好像是一樣東西 我剛睡醒了 還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好 轉出更多農夫的話 圍巾的肉量就沒問題了 我是覺得打步兵戰的話 至少有70片田 這邊只有57片田 相對來說還是少一點點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辦法 一直全程200人口爆兵的一個狀況出來 好 這邊軍營投資機 直接把修道院砸爛 裡面的野劑全部噴了出來 但是把野劑已經有所損備了 直接把僧侶 點了一個野劑往後 然後 後面這裡有蓋修道院 那正面呢 大量的金融慢慢塗了進來 但是這邊的城堡 還是對金融造成大量的傷害 所以Model李斯自己也知道 這個城堡不處理掉的話 自己是沒有辦法繼續進攻的 更多的金融在中間 砍一砍去 唉唷 差點砸到這一坨 好 這邊Model李又使用大衝車鑽術 把這個城堡給撞了一波 欸不是 這個是用醜石車砸掉副手 直接殺進去的 好 這邊我已經想要雙線 讓Model李出現一個 正面事故的一個狀況 那Model李的村民越來越少 只剩91吋 好 是80只剩91吋 Model李剩85吋 多元劍勇這邊硬砍 頭石車後面輸出 砸到非常多的一個劍勇 但是這邊沒有控好在踢地板 踢到後面去也沒有踢好 哇 這邊頭石車傷害都沒有打到大量的劍勇 完蛋 這一波交戰 Model李要輸了 劍兵勇是直接對得上來 但頭石車還在秀操作 哇 直接砸到一堆 但是後面有四隻狂戰士 直接上來貼 貼上來敲掉 哇 砍得很快 哇 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好 莫德李這兵決定喔 拍鞋劍喔 出來拆這個防空箭塔 好 正面這一波 第二波交戰 圍巾這邊 黃金突然見底 剛剛才有3000多黃金 但黃金現在也花完了 但這一波並有點送的太快了 應該要等後面這波起衝的 那他這波衝的有點不知所然 好 這邊還在繼續招劍勇護砍 那這邊圍巾的劍勇血量是比他多一點的 血量是霸4滴血 比對方劍勇多14滴 那意思是說 可以擋個 三分之二刀 好 冤冤人家畢竟一刀是21攻喔 非常痛 唉唷 21攻張4 減掉17 唉唷 好像也差不多 多砍個3滴而已 好 這邊衝車出來 要開撞了嗎 本來是要衝車硬頂 但是MODELY這邊也是有派兵防守 喔不是派兵喔 派村民去防守 這邊蓋石牆 趕快蓋 這邊大戰又要一觸即發了嗎 圍巾這邊有五遺跡的優勢 黃金量產還在慘 這裡要是圍巾沒有五遺跡的話 可能現在應該投了喔 但是阿茲這邊是沒有遺跡 但是卻 卻也可以打到這個地步 阿茲真的是 有點怪怪的 而且我覺得蠻可惜的喔 因為阿茲在這張圖是 腰勢非常大 畢竟阿茲他的這個團隊加成喔 甚至可以增加33%的黃金喔 意思說只要拿到三個遺跡 就等於四個遺跡的效果 那他很可惜喔 一個遺跡都沒有拿到 要是MODELY拿到五個遺跡的話 這個黃金量應該已經突破前期了 但是圍巾這邊是打一個前期塔公共 所以讓他在前期沒有辦法 拿到一個主戰場的優勢 所以導致他城堡時代一上層 並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撿殷機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撿殷機的話 就很容易被這個Balance 打出這個遺跡的差距出來 好 投手車直接砸後方 好 這邊直接進入大戰 兩邊進入的血量一直在降低 血量越來越少 但是這邊一致排開 後面投手車不敢做事 當然這邊MODELY的劍勇傷害比較高 直接砍爆了Balance 所有的圍巾 劍勇 全部倒地 這一排戰爭是由MODELY的大獲全勝 但是後方又出現更多圍巾皇室出現在前方 這邊MODELY做了一波買賣 賣了一堆木頭 缺完黃金 黃金也見底了 但是還是有五遺跡的效果在 這邊再繼續交換下去 MODELY還是 Balance還是有機會了 MODELY的話機會可能不多了 黃金見底 這是他最後的波紋了 這邊資源再賣一賣 再擠出一些圍巾皇戰士 不是圍巾皇戰士 這個劍勇 可能就是最後一波了 好 但是好消息是 這邊投石機還有四台 然後這四台投石機還在的話 都還有希望 好 城門一爆之後 後面聰明趕快補上來 更多的石牆 那這邊想用石牆爭取時間 讓自己集結更多的部隊 好 這邊終於攻破了 用衝車加上劍勇 終於殺出重圍 後面把波比拿到後方 想用新對手 但MODELY覺得自己沒有經濟了 家裡守不住 直接爆炸 打出GG 哇 很可惜耶 最後這一波沒有打起來 有打起來就刺激了 好 來看一下 最後兩邊的一個經濟狀況 哇 Balance在地圖上挖的黃金也是比較多的 這個整體黃金 是多了快要 快要 兩千 兩千 大概多了六千 不知耶 哇靠 多少 有點算不太出來 八千 哇 多了大概七千多黃金的樣子喔 維京多七千多黃金 居然還可以跟阿茲 阿茲還可以跟維京章打出 跨不分上下的一個比賽 相當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個阿茲真的是有點做話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 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 那請大家再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